在一分母的例子里面 他分母是不一样的 那既然分母不一样 我们就没有办法直接先进行加减 那因此我们就要多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们就必须要通分 什么叫做通分呢 国小其实已经就是教过了 简单的讲就是要把分母变一样 他要把分母变一样 那这里的分母是-4分之3 跟-3分之5 一个是4 一个是3 他们两个的最小公倍数是12 最小公倍数 既然他们两个的最小公倍数是12的话 那么我们要把它变一样 就是要变成12 因此前面这个4要乘以3才会变12 底下乘以3 上面也要跟着乘以3 才会保持相等 因此我们就知道前面这个-4分之3 要上下同乘以3 那后面这个-5的3分之5 3要乘以4才会变12 那底下乘以4 上面要跟着乘以4 才会保持相等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后面这个-5的3分之5 要上下同乘以4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前面这个-4分之3 上下同乘以3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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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下同乘以3就会变成-5的12分之9 这个时候分母就一样了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刚才学到的同分母的加减法 把分母写一个12就好了 这个时候分子前面就留下-9 那一样养成习惯 遇到负数就挂号起来 减造超 后面就余下-20 养成习惯 遇到负数 挂号起来 所以就会得到12分之9 减掉-20 那这里会负负得正 因此我们就知道 它会变成12分之9 加上20 那12分之9加20 分母是12 造超 分子啊-9加20会等于11 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一个答案 是12分之11 那我们就完成一分母的这个分数的加减 那在做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跟同分母加减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要先做一个动作 叫做通分 也就是要把分母变成一样 那通常呢 是变成它的最小公倍数 那在通分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底下乘以三 上面要跟着乘以三 才会保持相等 以上啊 就是分数加减的介绍